各位请看 我们俩人在一起快一年了 我比她大十岁 她是个特别单纯的女孩子 我们之前说好了的 她毕业以后呢就结婚 可她现在已经毕业了 工作呢我也帮她安排好了 可她现在对我的态度就是不冷不热的 对我们的婚事呢也是一直在逃避 还总说我在逼她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希望她能给我一个交代 男生来逼婚了 来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郑先生32岁来自河北销售主管 女嘉宾吕女士22岁来自河北 实习平面设计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怎么了 那么沉重啊 因为这件事情 救救楼很久了 很着急这件事 不急不急不急 今天来了啊 咱们来找一个结果 谈了一年多是吧 对快一年了吧 那么着急结婚吗 当然着急了 父母年纪也大了 一直在逼婚我也很着急 你那么着急 你前31年干嘛起来啊 前30年不还小呢嘛之前 现在就长了一岁就觉得大了 是因为年龄问题觉得要结婚了 还是就真心爱对面这个女生 是真心的 真心的啊 对 两位怎么认识的 去年暑假 她大三的时候 刚放假嘛 她来我们商场做销售 我正好是负责她的一个楼层的主管 我们两个之间 可能会接触的工作比较多 我都觉得这个女孩 特别的单纯 特别的就像一张白纸一样 和我以前交过的女朋友 感觉就不一样 我都觉得我一定要把她娶到家 她就是应该是属于我的 哎呀 这好白痴 她那会儿就是 总是在我那边转悠 然后给我买咖啡 晚上还送我回家 然后还请我吃饭 然后我觉得她那会儿 对我就是非常上心 最后我答应她 是因为她送了我一幅 亲手画的画 然后我觉得她这个人非常细腻 因为这个让我对她加分很多 画的什么画啊 画的是我的肖像画 哟 特别有才是吧 学过几年 挺好 挺好 这一年多了是吧 急着啥呀 急着就是说嘛 当初我们两个刚认识 几个月的时候吧 我问了她一句 说你将来能不能嫁给我啊 毕业了以后 她就同意了 同意了这件事 我父母就知道了 也知道她毕业了嘛 就开始追问这件事了 说你们两个到底什么时候结婚呀 什么时候办事啊 各种的逼问 就是刚开始她问我那会儿的时候 她问就是 你毕业了之后嫁给我呀 然后我就是说好呀 但是我真的 当时没有想那么多嘛 我觉得就是还早嘛 早 对 还太早 我现在才刚刚有工作 还是一个实习生 我真的就是不想就是 因为这个结婚就耽误了 而且 她该想什么时候结婚呢 我想再等几年吧 等个几年呢 至少三年吧 视野能稳定一点 但是她就总是逼我跟她结婚 你怕她非了 当然了 特地单纯的一个女孩 在学校经常有男生追她 当然着急了 就上一次她邀请我去她家 参加家庭聚会 我还以为就是跟我 就是第一次去她家一样的 就是去玩 然后吃 但是没想到我一去她家 就是七大姑八大姨的都在 然后就是都问我 什么时候结婚生孩子 然后我就 当时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些问题 你怎么回答的 我就是真的不知道 怎么该回答他们 然后我就是吃完饭之后 就找了个借口走了 你干嘛搞这公事啊 不是说我搞这公事 是我父母要见他 我也不知道 我家的亲戚都会来 当时这件事我也特别懵 吃完饭以后 他一句话没说 水远点就走了 弄得我脸面特别挂不住 特别尴尬 那我父母从那以后 也天天数落我 他还有一次逼我 就我拍毕业写真 然后他帮我策划的 然后我觉得非常有创意 然后他还请了他的朋友 给当摄像师 租了好多不同风格的衣服 其中还有一套 那个婚纱主题的 然后当时他穿的 也很帅气 然后我们就一起 照了很多照片 我那会儿觉得 就是很感动嘛 但是没想到 他最后就是用我的手机 就把我们那个婚纱照的 那个发到我的朋友圈上 当时我的朋友圈都炸了 都问我 就是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然后我就 我就都懵了 那你的朋友知道 你有这么个男朋友存在吗 都知道我有这个男朋友 但是因为那个是婚纱照 然后都是以为要结婚了什么的 那你梦什么呢 他们都问我什么时候结婚啊 然后你怎么答的呢 我根本就没有打算结婚 他们就这么问我 我就一个个跟他们解释呗 你们现在所有的核心话题 说的都是结婚这个词 对 就是一直在逼我结婚 这件事我觉得没那么严重吧 我朋友圈发发照片 发发亲密照 也没什么感觉 我们也没有婚约 你就把我的婚纱照发到网上 然后你让别人怎么看我呀 我的主要初宠还是什么呀 因为什么他学校追他的男孩子 特别多 而且他那么单纯 我要是在他朋友圈发了 我俩的婚纱照的话 击退了很多敌人 对啊 我都感觉 他们都不会找他了嘛 那有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考虑过啊 就是追他的男生那么多 其实他在学校 已经待了三年了 对吧 这三年为什么 他一直等的是你的到来呢 他就没谈呢 我怎么知道 他傻呗 谁傻呀 他一直都这么单纯的 所以你是觉得 单纯的怕别人下了手了 他单纯的有一点 怎么说就有一次 我去外地出公差 但我赶到他们学校学生会 拍舞会 每天回来都很晚 我当然着急啊 他男朋友啊 你回来那么晚 出事怎么办 我回来后 第一时间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说我去接你 他电话里面 特别不经意地说了一句 不用了 晚上有人来接我 我想谁接他呀 我就不放心了 晚上我就开车了 我去找他 接着他了 他在车上跟我说 是他们学校的一个男同学 一直在接送他 我们学校社团 都是男生送女生嘛 我觉得这就很正常 那你们一个在东院住 一个在西院住 他怎么会顺路接你呢 你不过脑子 你不想嘛 这就是社团惯例 我觉得你真是想多了 不是我想多了 我们学校社团 这么多女孩子 他单纯别人不送 为什么就送你呢 还不是因为你单纯 因为你好骗 好骗吗 好骗 因为有一次他跟我说 特别好骗 真的 有一次他跟我说 那什么了呢 说有男同学向他表白 就不是一个人了 所以说注意他很多嘛 他亲自告诉我了 他该拒绝了 我都以为这件事就过去了 过了过了没同样时间 我就发现了 他跟那男生一起出去吃饭 不是咱们那次约好 六点吃饭 你九点才来 我下了课就已经很饿了 所以我就想着去吃饭嘛 然后路上我就碰到了他 我们还是去的是食堂吃饭 路上那天啊 我是到他们学校门口 给他打电话 把他着急 问他在哪呢 他说他在学校操场呢 我过去了以后 就看见他跟那个男同学 肩并着肩在上场跑圈 我就在那等你 而且在我心里 他就是个普通同学 普通同学 普通同学 你看他我看我什么眼神 我过去出于礼貌 跟他打着声招呼 我说你好啊 那个谢谢你帮我照顾着他 结果他看我那眼神 从向大下打量一番 就像情敌一样 你是追你的吗 普通同学 追过我 但是我拒绝了呀 朱镇瑜说 他这么单纯 在学校里 别人说什么 都不懂拒绝的女孩 现在他家工作了 社会圈子也大了 什么人都有 他不还是从样部队被骗吗 对对对 你说我要不抓点紧 把他点心思 都让他懒在我身上 他不会困困想 跟别的男生玩 一起玩呢吗 明白了明白了 害怕 对啊 我就花紧心思地对他好 每次我们出去玩 什么东西啊 他不说要 只要他多看一眼 我肯定买给他 他这工作是你给安排的 是我给找了 我们同学开的网络公司 问问姑娘 喜欢这个吗 我是很喜欢他 喜欢他什么 我喜欢他 对我非常体贴照顾 就是就工作这件事吧 我刚毕业 然后什么都不懂 然后他就是 手把手地教我投简历 而且我的工作也是 他跑前跑后地 帮我找的 就我非常感动 这个除了找工作呢 就是平常就是对我很好 然后每次的生活 我就是创造小惊喜 小惊喜 对 就是生活很多细节方面 我都觉得是 无微不至的关系 无微不至的 那这样为什么不嫁呢 我真的就是觉得太早了嘛 我才22 现在结婚 人生中就少了一环 就是毕业到结婚的 那一段时间 那还应该是有一环的 对 在等等我嘛 父母知道你谈恋爱了吗 父母知道呗 就是那次发朋友圈 我父母就知道了这件事情 然后就是 不是很赞同 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他比我大得太多了 就是因为年龄 就是有很多问题 你看这个年龄上 有什么问题呢 你看他现在就想 让我跟他结婚 结婚了之后 他父母肯定就想 让他生孩子 就是刚有了工作嘛 然后我还要去生孩子 还要请假之类的 所以对你来说 这个年龄差实际是 加速了你人生的节奏 对 就直接就跟他就是过那种 产品油盐的日子了 明白了 再问你一次啊 这女生好骗吗 挺好骗的 但是我不想让别人再骗她了 我告诉你 这女生真的不好骗 人家心里有人家自己的想法 告诉我为什么一定要想娶她 就是因为她好骗 你怕她别人骗走 不是因为我真的喜欢她 因为她跟我的感觉 真的跟以前女朋友不一样 我觉得我这辈子 都应该让我来去保护她 只有我才能保护她 也就是说不一样的在哪 她不一样在哪 就是单纯吗 我说什么 她都属于那种 不能叫言听缔从嘛 因为我年纪大大挺多的 我社会阅历比较要强 比较要多 她听你的话 除了在结婚这个问题上 对 她听我的话 当时我不是说对她命令的什么 我只是告诉她 这件事你做的不对 你应该怎么去做 准备娶媳妇 房子准备好了吗 房子 因为她毕业前的时候 我父母已经 把首付都已经付好了 就差装修了 我还带她去看过这个房子呢 她是学室内设计的嘛 我就想让她 把这个房子设计一下 将来咱们自己的房子嘛 她当前去的时候 好像事不关起 高高挂起的样子 一连表情都没有 我当时根本就没有考虑要结婚 而且我刚刚就是工作 还是个实习生 我没有心思画在这个上面嘛 其实摆在面前的 并不是个年龄问题 很多时候我们的硬件条件 都会被拿来 当成说事的理由 在这段感情当中 十岁成了一个说事的理由了 能不能跨过去呢 背后的真实理由是什么呢 一起进入秋比特文卷 那个之前谈过恋爱吗 之前没有 这个是初恋 所以我也不敢跟我说 所以她觉得你白纸嘛 单纯嘛 你觉得你想要 取一张白纸回家 OK 但你听懂了她的意思吗 她的意思是 我不想一张白纸的嫁给你 世界那么大 是吧 我想去看看嘛 你用各种各样 对她的好 来表达出 我对你是好的 最后让她需要你 你觉得这种需要是爱吗 你三十多岁了 你谈过很多恋爱 你觉得她听你的言听自从 但你真心觉得这是一种爱吗 你如果真的觉得她是爱你的 你慌什么 你怕什么 你很清楚地知道 她在这一项是有所保留的 所以你慌嘛 所以你恐惧嘛 你恐惧 然后用更多激烈手段 去逼她结婚 我觉得真心没必要 爱情世界 不是因为你付出 就一定她要回报了 今天跟你谈恋爱 是因为你对她好 是因为她对你 可能是确实有感情 她也没有经历过 对她那么好的人 但是她有底线 她知道 这个世界我还不明白 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要再去看一看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样的 这是她的诉求 你要允许一个 二十岁的姑娘 有这样的诉求 她就想看一看 这个世界有没有更美好的 所以我一直觉得 真正的单纯 美好 干净 不是那一张白纸 因为那一张白纸迟早 有很多颜色会画上去 真正的干净 单纯 美好 是历尽沧桑之后 又回归到了本源 那才是真正的单纯 说她好骗 你好天真啊 真的 三十二岁了 你也就是十几岁男生的 这个情商 你还不如人家成熟呢 她心里门清 她什么都明白 只不过是你把这些 所有的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而且我再说的 就是通俗易懂一点 你对她的爱也不单纯 也是带有目的性的 你在她身上实现了 你男人的大英雄主义的精神 为什么你觉得 她跟你之前的女朋友 都不一样 因为你之前女朋友 可能你说东西 人家不一定听你的 但是她呢 由于她可能涉事还浅 所以她觉得 你是一个比她长几岁的 说的东西都有道理 她只是对你的一种 仰慕的一个心态 还够不到爱那一块 而且我告诉你啊 男生 在她心底 她是抗拒这个 十岁年龄差的 姑娘我说的对吗 对 大的太多了 对吧 所以你现在跟她谈恋爱 只是暂时的缓兵之计 其实我还是觉得 如果她真的能等我几年 我还是愿意跟她在一起的 这个不否认 但是等着这几年当中 如果再出现一个男生 你首选肯定不是她 所以不要把感动 当成爱情 而且姑娘不结婚的 最主要的原因不是时间 她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她对你的爱 还够不到结婚这个层面 所以你就算再逼下去 唯一的结果就是 直接分手 也许这话有点伤心 但这是事实 也是现实 谢谢 其实你们这对跟上帝是一样的 爱情不能套路 幸福需要领悟 用心比用脑更专注 但她和上面那个男人 就太喜欢用套路 你觉得她在学校三年 都没有找一直等你来 你觉得原因是什么呀 你的答案是因为她傻 其实原因是因为你傻 我们娶一个女人 当然是因为她善良美丽又聪明 谁会找个傻子回去 那你的潜台词无意是 我怕别人先欺骗她 所以我先把她给骗 我告诉你 男生你担心是没有用的 你即便结了婚 依然可以离的 虽然她这个想法很不对 但她不止一四地跟你说了 我跟你在一起就是要结婚 你不想结 你就别玩 别吃 别收啊 你们都是套路 你有你的套路 我有我的反套路 我始终认为在爱情生活当中 用有招有数的方式去处理的人 始终最后被生活所欺骗 骗来骗去骗自己 没有真心实感 你有那么爱她吗 你有那么喜欢她吗 我就是跟她在一起 我就觉得很开心 是啊 你的很开心是因为 她能够满足你所有的供应 这样的一个男人 对你很细心 对你毫无脾气 唯一的要求就是结婚 那么你对这样的男人 当然不反感 但是当彼此谈到 将来的共同生活 甚至是在一些 精神和文化上的领域的时候 你会觉得跟她没有共鸣 但人不能太贪心 一方面觉得你作为不了我的精神伴侣 一方面我要享受你的物质供应 你不觉得你太自私了 你明明白白说清楚 别说三年四年 我根本不知道将来我会不会跟你结婚 虽然现在咱俩感情不错 但其实我们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 所以我们应该自由地选择 你早说清楚了 何至于此 付出了就付出了 没有谁把刀逼在你脖子上 我觉得你应该找个适合自己 也许你恰恰适合找一个过日子 祝你们幸福 姑娘 不喜欢真的别勉强 因为有的时候喜欢的是一个人对你的好 不是喜欢这个人 你这个能分清楚吗 他跟你上街愿意掺着你的手吗 拉过手都没挽过 当时他同学的面的时候 他愿意特别骄傲地就是说 这是我男朋友吗 男朋友圈着古发 OK嘛 这就够了嘛 所以不要骗自己 你是喜欢他对你的好 不是喜欢他这个人 其实就是说白了嘛 我这三年我没有承诺 他愿意那是他自己的事 你不能不说清楚 好了 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发红堂 真情六十秒 其实我觉得 我是真的放进不下他的 虽然说我之前 用过一些不太恰当的手段吧 但是我觉得 因为都是为了他好 想跟他真心地在一起 不想让他离开我 因为 他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的女孩 我特别愿意跟你在一起 真的 老实说的话 就是让我觉得 我就是考虑的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也不哭不哭 好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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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兄弟 没事 怎么了 你也相大了一年吗 哎呀 我真的舍不得 还有更好的呢 来来来 跟人说再见 男人一点 跟人说再见 我会等你的 等你心思变了 多少年我就等你 真的啊 我不会再逼你了 那个 以后他万一找到了相爱的人 他们开心地在一起 你还等吗 在他没有遇到他喜欢的人之前 我会一直 照顾着他 当哥哥一样去照顾他 我不会再去逼迫他了 行吧 哎 谢谢老师 哎 我是谁 啊 好 好 好 呀 好 谢谢大家